联盟大事,场外风云,白话美直篮,一起聊个球,我是老白。 NBA常规赛落下帷幕,胡人出局后,基本上全员都接受采访,每个人对于本赛季胡人的失败都有不同的看法,胡人已经官宣沃格尔夏克,而按照扎拉尼亚的说法,纳斯将成为胡人下一任主帅的头号目标,具体到每个人身上的态度。 詹姆斯发生十大体,股权大局,很多问题都没有看开来说,微少表达了非常多的不满,而角色球员中,纳安铁定直行球员选项,胡华德和蒙克两人都不想走,本赛季最努力的斯坦利约翰逊原话说, 没想到现在这个阶段,我们竟然打不了比赛,我们最有应得。 先来看看老詹的言论,在赫茨共振检查结果出入后,詹姆斯透露自己的脚踝伤势没有大碍,但是预计要休息四到六周时间, 用詹姆斯自己的话说,我不会为了一个得分王的头衔,去参加毫无意义的比赛。 如果我们是一支真正冲冠级别的球队,我就不应该参加二号和踢户的比赛,那只会让我伤情的话,带上初战加重了我的伤势。 当记者问到微少的话题时,詹姆斯回应,我不会替管理层做任何决定,但是我很喜欢和微少做队友,并且尊重微少。 而老瞻认为,忽然本赛季失败的原因主要是三巨头磨合太少,球队本赛季首发阵容41套变化太大。 实话是说,老瞻的这些言论,真的等于没说,但射身处地站在他的角度,他又能多说些什么呢? 只包揽全部责任,还是去为某些队友名不平,显然,有些东西确实不适合,就没有必要将就,但即便分别,也不至于恩断一决。 相比于老瞻的体面言论,微少则表达了诸多不满,微少,我没有得到一个公平的机会来做自己,并且帮助球队变得更好。 赛季初他们都在说让拉塞尔去做自己,这些话都不是真的,我不确定沃格尔对我有什么问题,因为一整年我都在努力向他证明自己,而谈到未来,微少表示,自己无论下赛季是否还在胡人,都会和詹姆斯保持紧密联系。 虽然自己没有考虑下赛季去哪里打球,但是会做出正确决定,微少手握死114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,他不可能不执行这份合同,但是执行之后,胡人应该怎么处理呢? 打上优质筹码送走,或者是延期支付买断,每个赛季均摊1500万美元左右,缩死薪资空间,无论哪种方式,胡人只要尝试甩掉微少,他们会付出惨痛的代价,这是一定的。 门客在接受采访时,被记者问到关于沃格尔和微少之间的问题,他回应,这更多的是这两个人之间的私人问题,并不会影响到球队,而且他们也没有让这些事情扩大影响。 看到自己的未来时,门客表示,钱并不是最重要的,最重要的是让自己感觉舒服,看看哪里有真正家的感觉。 而门客随后表示,我喜欢待在这里,喜欢这里的氛围,下赛季我想留在胡人,但是绝对不希望再经历过去那样一个赛季。 这是我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年,门客确实是胡人本赛季最大的收获之一,他只是底薪,但已经是胡人三巨头之外最稳定的得分点,甚至效率比微少高,出击率仅次于微少。 当然,胡人如果想留下门客,他们最多只能提供一份中产级别合同,而其他球队,可以给门客四年4400万美元。 门客也许很希望留下,但是我希望他离开胡人,外面的广阔天地会让他大有作为。 霍华德被记者问到自己的未来时,回应, 我为什么要离开这里,我想粘在这里,我想有机会完成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,我喜欢这里,我不想离开。 对于球队本赛季的表现,霍华德认为,无论训练多么努力,参加了多少录像会议,在健身房带多久,似乎总有一堵墙在前面。 你必须重振旗鼓,找到那些积极的事情,这个赛季结局是不完美的,但是未来可期,胡人本赛季的失败,不能责怪任何一名角色球员。 从当初霍华德和戴维斯吵架,戴维斯指着霍华德鼻子叫嚣时,直至胡人就变了。 当三个顶星巨星不断出问题时,角色球员他们改变不了,他们没有话语权可言,我真的挺希望霍华德也离开胡人。 别再汤浑水,也许他确实喜欢胡人,但直至胡人只会让人心寒,胡人本赛季到此彻底画上句点。 今年夏天,包括胡华德、门克、布拉德利、泰林顿、贝兹莫尔这些角色球员,都要面临抉择。 也许有的会想留在球队,但胡人未必会要,而微少是胡人注定要抛弃的。 微少现在的下架有可能是黄蜂、不幸者。 至于老詹,用佩林卡的话说,胡人会永远是詹姆斯的家。 而农眉,不提也罢,他实力天赋摆在那里。 对,就是单纯摆在那里。 说完了上面的一些人,还有一位球员我们没有聊到,他就是瓜哥,算是本赛季牺牲最大的人。 我们先看看他怎么说的。 谈到自己下赛季的计划时,丹东迷说道,目前我还没考虑下赛季。 说真的,我还没开始考虑我下赛季的决定,我有的是时间,我有一整个休赛期来考虑这些事情。 谈到这赛季来胡人目标是夺冠却没实现时,丹东迷说道, 我觉得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到胡人时,我们先想哦,好的,有你,有我,有他。 我们这边任务能够打得不错,我们有自己的经验,天赋,技术,还有球伤,怎么把这些拼图拼在一起呢? 这是我们的冠军梦,我们希望夺冠。 这从没改变,瓜哥原来以为自己来抱大腿拿冠军,没想到自己却成了大腿。 再看个数据,本赛季至今,在联盟所有替补球员中,安东尼场均的13.4分可以排在第八位。 如果将限制条件增加到至少出场60次的替补球员的话,排名会上升到第三位,仅次于克拉克森和乌布雷。 这说明什么? 说明能够在替补端给球队带来稳定的进攻火力。 当然,参考着底线的核桃,那绝对是超值的存在。 从上图洪框可以看出,相比上赛季,本赛季安东尼大幅增加了三分出手比,再结合达四号位59%,五号位41%的出场时间比。 这是化身为了空间性内线,相应地减少了10到16英尺,16英尺到三分线的出手比,分别从23.6%下降到15.2%和20.5%下降到13.1%, 进攻方式上,相比上赛季在开拓者,本赛季在乌仁大幅减少持球单打的比重,从19.6%锐减到7.1%,相应增加了定点投篮的比重,从23.5%上升到了31.4%。 从以上数据来看,本赛季安东尼在进攻多完成了很大的转型,从相对持球单打性风险往无球空间性内线转变。 在接近退役的年龄做着如此大的改变,逼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。 但这也没办法,一方面詹姆斯和威少需要消耗大量的球权,另一方面在冬杯三分水准急剧下滑,小乔丹和霍华德不具备三分能力下,需要安东尼的三分来拉开空间。 当然这也是他本赛季打内线的主要原因之一,尽管需要时间来适应新角色,但安东尼还是很好地完成了任务。 数据上,57.9%的真实命中率创下了生涯以来的新高。 真实命中率的高于低意味着就是把握得分的能力。 基于此,正14.8%的个人效率值也是离开尼克斯以后的新高。 当然对于安东尼能打出接近顶级的真实命中率,我是一点也不感觉到意外。 理由在于,减少单打和中远距离转而增加,三分和无球肯定是会促进得分效率增加的。 一方面后者相比前者更加节省体力,有助于保持手感。 另一方面也会增加对手的防守难度,前一点很好理解。 至于第二点我认为在于前者比较拖进攻节奏,导致很容易受到对方的包夹,斜防。 而后一点我认为精髓就在于跑上面,鉴于对手的注意力更多地在持球人上面。 这就导致无球人面临的防守压力相对较少。 承认安东尼得分效率高有面对防守压力相对较少的原因,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自身的努力。 其实到16英尺,16英尺到三分线的50%和48%的命中率均创下了生涯新高。 这就意味着在半场任何区域都可以完成出手并且保持稳定的命中率,带来的就是让防守人捉摸不透进攻方式。 此外,我们还不能忽视安东尼心态上的变化。 从更多的打无球来看,安东尼已经防下巨星架子该演打角色球员的辅助,这点和霍华德很类似。 于是,安东尼本赛季爆发的原因就找到了,大体可以理解为。 一,增加相对效率更高的三分和无球。二,保持中远距离的技能。三,心态上的改变。 这三点可以说是相辅相成,甚至缺一不可的存在。 虽然安东尼打出了非常不错的一个赛季,但在我看来被胡人和詹姆斯坑苦了。 至于胡人,连技后赛都没有打进,这多少辜负了安东尼的优异表现。 至于詹姆斯,没有为好哥们带来冠军。 休赛期,如果不是詹姆斯招募,安东尼大概率不会加盟胡人。 当然,这里没有抱怨詹姆斯的意思,只是为安东尼的努力付出而什么都没得到而感到不值。